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的是一本神经科学类的书,叫《女性脑》。它的主题是《女性应该怎么呵护大脑》。在刚读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你看啊,有关大脑养护方面的知识其实并不少,比如有饮食方面的、睡眠方面的、还有心理方面的。但是专门针对女性的脑健康问题的书却并不多。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专门把女性和男性做区分,把女性脑单独拿出来,写成一本书呢?这就要说到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了。作者认为,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女性为了生存,为了繁衍后代,进化出了一系列特别的大脑优势。比如,女性的直觉更准,共情能力更强,更善于合作等等。但是,凡有收益,必有代价。 比如,强大的直觉让女性更容易焦虑,更强的共情能力让女性的大脑负担更重等等。换句话说,女性脑有独特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又伴随着代价。只有了解女性脑的优势是什么,它会带来哪些副作用,女性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呵护自己的大脑。 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脑科学家丹尼尔·亚蒙。在脑科学界,是个响当当的名字,他被誉为美国大脑健康之父。 《华盛顿邮报》称他为全美最受欢迎的精神科医生。 他还被美国精神病学会授予过杰出会员称号,并且创办了自己的亚蒙诊所,帮助过很多国家的患者解决脑健康问题。 目前,亚蒙诊所已经搜集了十多万份大脑扫描图,是全世界最大的脑科学数据库之一。 除了身份权威,亚蒙博士提供的方法也很有趣,他不是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呵护大脑,而是先告诉你大脑是怎么运作的。 他认为我们缺的并不是养护大脑的方法。 这些方法你都听过呀,比如健康饮食,睡眠充足,心情愉悦等等等等。 我们缺的是实践这些方法的信念和执行力。 就像健身一样,你明知道这是好事,但就是坚持不下来。 亚蒙博士认为,我们之所以缺乏执行力,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大脑。 你会为脸上的皱纹发愁,是因为你一照镜子,它们就摆在那。 你会为坠肉烦恼,是因为体重称的数据就摆在那。 包括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旦有什么不对劲,你都能马上发现。 唯独大脑,我们知道它很重要,但在视觉上却无法获得明确的感知。 要知道,我们的思考决策中枢里,有一半以上的神经网络跟视觉有关。 这就意味着,眼不见,心不烦,一旦看不到,你就很难重视。 所以,要想提高养护大脑的执行力,首先要看到自己的大脑。 这里的看到不是真的看见,而是要清楚地意识到,它是怎么工作的。 那接下来,我就按照亚蒙博士的方法,分成两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我们来说说,女性的大脑有哪些优势,这些优势又伴随着哪些代价,会引发哪些问题。 这部分的目的是帮你看到大脑。 第二部分,再说说针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改善。 首先,第一部分,女性的大脑有哪些优势。 前面简单说过,这些优势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上,女性处境很特殊。 第一,她们要生育,并且照顾刚出生的婴儿。 第二,在这么重要的职责面前,女性的身体却没有男性那么强悍,她们更容易受到伤害。 请记住这两点,女性脑的几乎所有优势,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进化出来的。 在介绍这些优势之前,我们先从脑科学角度来认识一下女性脑。 跟男性脑比起来,女性脑有两小四大。 第一小指的是,女性的脑体积比男性小,一般小8%到10%。 当然,这主要是因为男性体型大。 但是,刨除体型因素,女性脑的神经元数量还是比男性少4%。 换句话说,女性的大脑,无论从绝对大小还是相对身体占比看,都比男性要小。 第二小指的是,女性的性人核比男性更小。 性人核是加工恐惧和愤怒的中枢。 它越发达,你对恐惧和愤怒就越敏感。 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在遇到危险时,往往更容易勃然大怒。 这是女性脑的两小。 那接下来说说四大。 第一大,是女性的前额叶皮层比男性更大。 前额叶皮层是大脑的认知和语言中枢。 同时,它也是大脑的制动系统,用来控制冲动。 这就能从脑科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女性的语言天赋更高,而暴怒的时候更少。 第二大指的是,女性大脑的边缘系统更发达。 边缘系统是大脑的情绪中枢,它越发达,你的心思就越敏感。 第三大指的是,女性的海马体更大。 海马体是大脑的记忆中枢,它越发达,你的记性就越好。 第四大指的是脑白质。 这点解释起来稍微有点复杂。 脑白质是一种重要的神经物质, 它被一层叫做水壳的脂肪包裹。 水壳是白色的,所以脑白质看起来也是白色的,它也因此得名。 包裹在脑白质外面的水壳,就像是电线外面的绝缘层,能够让电路更畅通。 而脑白质的作用也类似。 它就像大脑里的电路,能让各个脑区之间的协作更畅通。 从总量上看,男性大脑中的脑白质更多,但是这只是总量。 假如我们只看负责智力思考的这一区域,女性脑白质反而比男性多。 这就意味着女性更擅长同时调动多个脑区,并且把这些脑区里面储存的信息联系起来,一起开展思考。 好,这是脑科学上女性脑和男性脑的主要区别,我把它归纳为两小四大。 那么,这些区别意味着什么?它会带来哪些优势呢? 接下来,咱们就说说。 作者认为,女性脑有三个主要优势,分别是直觉、共情和自控力。 首先,直觉。 女性的直觉比男性更强,比如周围的朋友情绪低落, 孩子遇到了烦心事,会议的氛围剑拔弩张。 这些抽象的信息,女性都能更明确地感知到。 那么,女性脑为什么会具备这种能力呢? 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女性有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抚养孩子。 这就意味着,她们必须要处理大量的抽象信息。 婴儿不会说话呀,她们只会哭闹挥手蹬腿。 而作为母亲,你必须读懂,这些抽象信息到底是什么意思。 同时,面对比自己更强悍的男性,女性还必须能读出对方的情绪, 知道对方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具有攻击性,为自己规避风险。 换句话说,女性必须要处理大量的抽象信息,这种处理抽象信息的能力,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直觉。 但是,就像经济学常说的,凡有收益必有代价,直觉能让你规避危险,也会让你对外界过度敏感。 尤其是在今天,我们的生存环境要比过去复杂得多,你可能会感知到很多问题,但是你又没有办法验证。 你可能会经常产生哪里出了问题,但我又说不清的感觉。 这种轻度的忧虑会在不知不觉间让大脑释放负面信号,这些负面信号又会影响身体, 比如胃酸增加,更容易出现胃溃疡,免疫力降低,更容易感冒。 从长期看,它还会给神经系统造成压力,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几率。 这是女性脑的第一个优势,更强大的直觉。 那它的代价是,更容易引发焦虑,并且损害健康。 当然,作为两性中力量较弱的一方,要想获得充足的生存优势,光依靠直觉显然是不够的。 你还得更擅长借助外力,也就是协作。 那这就要说到女性脑的第二个优势,共情能力。 也就是女性更容易觉察到周围人的想法,并且更容易达成协作。 美国的一位学者曾经做过实验。 目的是研究什么样的团队集体智慧更高。 这个实验后来还发表在了哈佛商业评论上。 研究员找了几十个志愿者,把他们分成了若干组。 每个组都具备某种不同维度的优势。 比如,有的组是平均智商更高,有的组更年轻,有的组学历更高。 结果发现,在执行困难任务时,表现最好的组不是智商学历最高的组,而是女性最多的组。 作者认为,这就是因为女性更擅长观察同类,感知同类的想法。 这就让他们成为团队中的粘合剂,增加协作效率。 这是女性的天然本能。 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实验,给刚出生的婴儿看两组照片,一组是机械,一组是人像。 结果发现,男婴喜欢盯着机械看,而女婴更喜欢盯着人像看。 当然,更强的共情力也伴随着代价,它会让女性的大脑更累,负担更重。 一旦你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感受上,你在做决策时,就总会不自觉地考虑别人怎么想。 再加上现代社会协作交流越来越普遍,跟你产生关联的人越来越多,这就让女性的大脑负担越来越重。 作者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同时扫描男性和女性大脑的80个脑区, 结果发现,女性的70个脑区都常年比男性活跃。 说白了,就是女性的大脑更累。 这是女性脑的第二个优势,更强的共情力,它能让女性更擅长识别他人的感受,并且开展合作。 它的代价就是让女性的大脑更疲劳。 要知道,大脑虽然不像四肢那样整天活动,但是它消耗的能力一点不比其他部位少。 仅仅是维持思考,它就要消耗掉身体20%到30%的能量。 换句话说,大脑负担太大,就等于是在透支身体的能量,健康就会受到影响,比如失眠,食欲不振,情绪低落等等。 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女性一定会出现这些问题,只是说出现这些问题的几率更高。 那女性脑的第三优势是更强的自控力。 前面说过,女性的前额叶皮层比男性大,这是大脑的制动系统,控制冲动阻止你做出对自身不利的行为。 比如,女性之间发生冲突,一般是口头吵架,演变成肢体冲突的概率要比男性低得多。 再比如,有一组数据统计了那些以身犯险导致的死亡,也就是为了寻找刺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像飙车啊,极限运动,徒步越野等等。 结果呢,用作者的原话说,男性害死自己的概率是女性的四倍,也就是男性在这些运动中因为主动做出危险动作而导致的死亡率是女性的四倍。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更强的自控力难道也会伴随着副作用? 要想解释这个问题,你得先明白,女性的自控力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一种叫做无抢色案的东西,它有什么用呢? 简单地说,无抢色案是乐观的灵药,一旦你遇到什么负面信息, 它会让你产生一种,事件其实业没那么糟,一切都还好的感觉。 男性体内的无抢色案比例几乎是女性的两倍, 这也意味着男性往往比女性更乐观, 也就是说,遇到危险时,男性的危机感没有女性那么强。 说到这儿,你大概也能猜出来,自控力的代价是什么了? 更强的自控力背后是更少的无抢色案, 这就导致女性的乐观倾向要比男性低得多, 一旦遇到什么事,女性更倾向于规避风险, 也更容易产生悲观情绪。 而且到这一步还没完, 无抢色案还有一种促进剂,叫搞同, 它会让无抢色案更好的发挥作用, 而女性身体的搞同又比男性少, 这就进一步拉开了两性之间的乐观能力。 更糟糕的是,搞同还有一个敌人,就是糖。 你吃的糖越多,身体里的搞同水平就越低, 而很多女孩又偏偏爱吃甜食, 这就导致女性的乐观程度往往会远低于男性。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而是一个大概率上的趋势。 作者在这里也郑重提醒, 女性,尤其是搞同水平处在巅峰状态的年轻女孩, 一定要少吃糖。 虽然你可能听过吃甜食会让人更开心, 但这只是暂时的, 从长远看, 糖分会抑制你身体里的搞同, 搞同降低, 无抢色案的作用也跟着降低, 你的乐观程度也会一起降低。 好,这是女性脑的第三优势, 更强的自控力。 而你之虽有更强的自控力,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体内的无抢色案更少, 这就让女性在遇到烦心事时没有男性那么乐观, 你往往更容易担忧, 并且按照最坏的情况做打算。 你看, 开车迷路的时候, 女性的第一反应往往是, 我迷路了, 我得赶紧打听打听, 而男性往往不会太在意, 会觉得, 先这么开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准开着开着就找到路了。 从脑科学的角度看, 这种大咧咧的乐观就是无抢色案作用的结果。 好,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内容。 女性脑有哪些优势呢? 这些优势伴随着哪些代价? 从脑科学的角度看, 女性脑跟男性脑相比, 有两小四大。 这两小四大让女性脑具备三大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更强的直觉, 它强化了女性处理抽象信息的能力, 能更好地补育后代。 同时, 它也让女性更容易陷入焦虑。 第二个优势是更强的共情能力, 它让女性更擅长捕捉他人的感受, 更容易展开协作, 但也加重了女性的大脑负担。 第三个优势是自控力, 但更强的自控力背后是更少的无抢色案, 这削弱了女性的乐观心理。 那么, 面对这些问题, 女性应该怎么呵护自己的大脑呢? 接下来, 第二部分, 我们就说说, 亚蒙博士提出的解决方案。 亚蒙博士认为, 大脑的构造虽然很复杂, 但它的养护方法其实并没有那么麻烦, 落实到日常行动, 无非分成两方面。 第一是硬件的保养, 也就是通过饮食、 运动、 睡眠之类的生理手段来改善大脑。 第二呢, 是软件维护, 也就是建立更科学的思考方式, 缓解负面信号带来的影响。 注意啊, 这些方法不光对女性有用, 对男性也很有参考价值。 咱们先说第一点, 怎么保养女性脑的硬件? 你可能已经听说过很多了, 比如调整饮食, 适量运动, 充足睡眠等等。 这些方法都对, 但是, 假如我们找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来说, 作者认为, 那就是吃。 在神经科学领域, 一直流传一种说法, 肠道是人体的第二大脑, 因为它分泌的神经地质, 比大脑本身还要多。 神经地质是调节精力和情绪, 最重要的化学物质。 所以, 调节饮食, 其实就是调节大脑。 有关饮食的注意事项, 估计你已经听过很多了, 这本书里也说了不少, 为了避免枯燥呢, 咱们换个讲法。 我将从书里找出作者认为最重要的几个饮食口诀。 通过这几个口诀, 咱们以小见大, 说说它背后的原理和延伸出的其他要点。 第一个口诀, 叫面包越白, 死得越快。 注意啊, 这不是我编的, 这是作者的原话。 意思是, 面包越白, 越意味着这个是精加工食品, 里面的膳食纤维就越少。 这句话是想告诉我们, 要多吃高膳食纤维食物, 比如青豆, 豌豆, 胡萝卜等等。 那么, 膳食纤维为什么重要? 这就要说到亚蒙博士的独特之处了。 对于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 它总能揭示出背后蕴含的科学原理。 通过讲述原理, 激活这个话题在你心里的重要性, 并且付诸实践。 高膳食纤维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它能平衡女性的激素系统, 把身体比作一个乐团。 它想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每个器官必须充分配合。 而激素呢, 就像乐团指挥。 它是由特定器官分泌的化学信使, 随着血液流向全身, 告诉每个器官, 别的器官在做什么, 你应该做什么。 对女性来说, 最重要的激素之一是雌激素。 注意, 男性也有雌激素, 只是比女性要少很多。 雌激素是女性健康的保护伞, 可以帮助你稳定情绪, 对抗焦虑, 改善生理健康等等。 但是注意, 雌激素不是一种激素, 而是一类激素。 它是雌二醇, 雌三醇等等一系列激素的统称。 而且雌激素并不全是好东西, 有些雌激素反而会对身体有害。 而膳食纤维的作用, 就是跟肠道中有害的雌激素结合, 并且随着粪便一起被排除体外。 这么一来, 就能让有益的雌激素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平。 女性的雌激素在生育时达到最高水平, 在更年期到来之前的八年开始下降, 更年期彻底跌到谷底, 它对身体的保护程度也大不如前了。 换句话说, 随着年龄增加, 女性需要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 来帮助有限的雌激素 更好的发挥作用。 当然, 除了高膳食纤维, 绿茶, 益生菌, 鱼油也有类似的作用。 好, 这是第一个口诀, 叫面包越白, 死得越快。 作者其实是要告诉我们, 要注意多吃高膳食纤维食物, 来改善身体的雌激素水平。 第二个口诀, 叫别让脂肪骗了你。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有些食物特别容易吃撑, 比如烧烤, 披萨, 油炸食物等等, 总是一不小心就吃多了。 作者认为, 你之所以会一不小心就吃撑, 是因为这些食物里的脂肪向大脑释放了欺骗信号, 让你忽略了你已经吃饱了这个事实。 大脑60%的固体物质是由脂肪组成的, 好的脂肪会帮我们改善大脑, 而坏的脂肪会损害大脑。 怎么区分好坏呢? 作者认为, 但凡欺骗大脑的都是坏脂肪。 换句话说, 你越是容易吃撑的东西, 越应该少吃。 好, 这是第二个口诀, 别让脂肪骗了你, 这也是我们辨别脂肪是否有利于大脑的一个快捷方法。 当然, 作者还说了很多其他口诀, 比如, 多喝水, 大脑80%的成分是水, 成年人每天的饮水量要达到体重公斤数的3%, 单位是升。 像体重50公斤的人, 饮水量就不能低于1.5升。 再比如, 吃五颜六色的水果, 这个五颜六色不是一个抽象的描述, 而是你吃的水果蔬菜加起来至少要包含五种颜色, 因为每种颜色往往代表着不同的营养, 像花青素是紫色的, 叶绿素是绿色的等等, 芝麻、蓝莓、枸杞、猕猴桃, 这些颜色各异的食品都是不错的选择。 类似的方法还有很多, 咱们就不多说了。 好, 那前面咱们说的是亚蒙博士对女性脑提出的第一条建议, 就是通过饮食来改善大脑硬件。 接下来咱们说说第二点, 软件的维护, 也就是改善心态, 呵护大脑。 这个命题听起来很大, 亚蒙博士本人也实践过很多方法, 而且在过去这些年, 他一直在试着简化, 把它变成一个不需要专业的心理医生辅导, 我们平时随时都能用的方法。 这道方法简化到最后, 变成了四个问题, 也就是, 但凡你感受到让你焦虑、 抑郁、 烦恼的信息, 你就问自己这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这符合事实吗? 比如你觉得上司可能不太喜欢你, 你可能会想都不想就回答, 是啊, 这当然符合事实。 好, 咱们接着问, 第二个问题是, 我有办法验证他一定符合事实吗? 这时你可能会犹豫, 上司虽然没有对你青睐有加, 但好像也没有刻意刁难过你, 或者他对每个人都很苛刻, 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 那第三个问题是, 在没有办法验证真伪的情况下, 假如我确信这个想法, 我会怎么做? 你可能会想, 那当然是感觉到工作有压力, 心情不好咯。 注意啊, 前三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第四个问题就比较难了。 第四个问题是, 同样是在没法验证真伪的情况下, 假如我抛弃这个想法, 我会怎么样? 答案很明显, 假如你能真的抛弃这个想法, 你确实会觉得很轻松, 但显然, 想真正做到并没有那么容易。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四个问题就没有用。 亚蒙博士在书里特别叮嘱, 这四个问题啊, 虽然不能马上解决你的焦虑, 但是, 它们却像是一剂慢性药, 只要你坚持服用, 养成这种思考习惯, 你的消极情绪总会一点点逐步缓解, 毕竟大脑是进化塑造出来的, 改变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好, 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内容, 女性应该怎么呵护大脑? 作者提供了两套方法, 第一套方法是从硬件入手, 也就是通过改善饮食, 比如多吃高膳食纤维来调节激素, 避免摄入有害脂肪来养护大脑等等。 第二套方法是改善心态, 通过四个问题逐渐重塑自己的思考习惯, 避免不必要的忧虑, 减少大脑的负担。 到这里, 这本女性脑的精华内容已经为你解读完了。 总结一下, 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 女性应该怎么呵护大脑? 亚蒙博士的方法是, 通过让你看到自己的大脑, 意识到它的特征, 引起你对这件事的重视。 而女性脑的核心特征就是, 进化赋予了它很多独特的优势, 而这些优势又都伴随着某种代价。 这也是咱们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女性脑有三大优势, 分别是直觉、共情、自控力, 而这些优势又伴随着代价, 比如女性更容易悲观、 焦虑、大脑更疲劳等等。 第二部分咱们说了亚蒙博士提供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改善大脑。 这部分咱们刚刚说完就不多说了。